欢迎国大新闻现场来看到孝庆50周年台中太平区的情义科技大学 将迎接全新气派的新校门 今天启动金产开工打造跨距56公尺的白色拱形建筑 也要开辟6个车道一个人行步道 加上高大的力柱预计花费5000多万打造新地标 武师谢锐拿向祈福祝岛 台中市太平区情义科大将一改旧校门 迎来跨距56公尺高度10公尺的拱形建筑 立上新碑筑迎来全新风貌 那校门是一个两个半年虎交叠的那个做出来 类似零的概念 那我们有一个碑状型的直立式的校门是一的概念 一跟零就是我们科技的起源 进入国立情义科技大学的校园 就是自我实现迈向国际开创成功的起点 金产自产下第一挖 新校门正式动土开工 情义科大校庆50周年 在中山路二段改策校区启用近20年后 将在热闹路段旁新建近17公尺高的立柱 并采用拱形大门隐含数位科技零含一 意境阴阳前空挂象象征学术成就的开端 校内国际学生多 门口旗杆将挂上20国旗在天际飞扬 校门同时通连紧邻的平陵森林公园 与社区亲近相接 我们的校园跟平陵公园 我们是做了大概120公尺高度的树里 没有围墙 那我们因为前校门到后校门中间 大概有550米 所以我们在校园的中间开了两个门 开放给社区里面来使用 顺利的把这个校门建设好 校门口的现在目前的那个规划的宽 垮距有56米 是非常宏伟的一个建筑物 还有那个高度也是调高到10米 这样子对于整个全台湾省的这种 下雨的规划设计是非常创举的 让请益套向一个更新的旅程碑 花费5700万八个月公期 预计明年底完工启用 校门腹地预计开辟六个车道 方便进出 新建人行步道 带来舒适安全的学习环境